用洋葱切插沙漫玫瑰枝条 生根块成活率高 一盆变多盆 沙漫玫瑰养护得当的话 造型非常的美观 它的根性的部位 大肚子也是非常漂亮的 开花也好看 也是深受花 我们喜爱的 今天我们说一下 这个切插繁殖方法 学会了再也不用花钱 买这个沙漫玫瑰 邻居家剪个枝条 就可以用来切插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截取沙漫玫瑰的枝条 长度为五六厘米左右就可以 把这个粗状的枝条 飞成小段之后 选取一面的位置 把它的外皮去掉 去掉外皮的时候 注意把这个形成层 去给它刮干净一些 刮得越干净 生根速度会越快 刮干净之后 我们找来洋葱 在这个去外皮的地方 涂抹 去给它涂抹上洋葱的枝叶 然后找来一小块洋葱切碎 切碎之后放入土壤 把这个沙漫玫瑰呢 放在洋葱上面 覆盖上一层土壤 浇透水 放到散光通风处就可以 三十多天之后 这个沙漫玫瑰之条的位置呢 就能够长满根系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喜欢的话 又可以自己动手试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